最多人問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我們會分手 也為什麼過後會復合 其實我們分手之前的原因也是很簡單 我也講過了 就是我們因為太多的小事情 然後可能就是太久了 我們都沒有處理 然後一次過爆發 兩個人就不爽 就一起協議先分手分開 暫停一下囉 然後可能是在分手這段期間 我們很想念對方 欸~~~ 哈哈哈哈 自己該自我多噁心 然後我們過後中間就是 我們還是有做朋友見面吃飯 拍影片啊 然後覺得很難得可以找到這麼合適 就這麼手懷的伴侶 所以到最後我們決定復合 然後我們變得更愛對方 然後找到毛出來了 哦~~ 其實這些就是蠻簡單的原因 就導致我們復合又導致我們分手啦 這樣子你們是不是很像就是 哎呀 為什麼以為他們不是屁腿才分手 還是什麼才復合的咩 這樣子你們是不是有點失望 因為應該是有些人以為 哎呀 一定是常用來輸身屁腿 所以他們才分手 不然就是 哎呀 他們要炒作才復合的嘛 這樣飽 這樣子來做啊 我真的覺得太無聊了 到現在為止我們有做過任何的炒作的事情 其實來講真情侶對我來講 有什麼東西可以炒作 他們都是情侶要來炒個屁啊 反而是就是不是情侶才可以炒作嘛 因為都沒在一起也沒名分 所以兩個可以互相一起炒一個情侶 所以有些人認為我們分手 複合的炒作 真的沒有那麼得空 呵呵呵 我得空的話我不會找一個女生 就是跟我演情侶 然後幹嘛要複合 複合過後大家知道有身份 然後又分手 因為一個人的生育還是什麼也是不好嘛 就是分分合合 然後找女生 有道理嗎 你們當初在一起的時候 看上對方的哪一點 不懂就感覺咯 因為蘇生以前在我學校還算是蠻多追的嘛 那時候就 別去跑 快跑去一下吧 哈哈哈哈哈哈 什麼回答來的 哈哈哈哈 無聊咯 我的話 嗯 等到說很貼心 我可以承認 嗯 我跟你講咯 哇 大一間都貼心到咯 之前就是很多次我們留校 到可能6點半晚 然後就是他原本是那種大把式回馬 然後我就從學校開車載他回家半個小時 再從他家回我家大概40分鐘 就很多次我這樣子留校 他的家離學校才10分鐘吧 嗯 對 然後還有一次就是 我們約好去爬山嘛 然後爬山應該是5、6點 結果我3、4點就早上起床 然後去他家載他 然後那個山明明就離我家大概5分鐘罷了 貼心 他這個故事已經講太多次了 我都會背哦 這個是最貼心的了 哈哈 有人問我們十幾下沒拍片的時候哦 是不是比較親密的 廢話 都沒拍片嘛 我們就比較生活的東西 因為我們是屬於那種不喜歡在影片的時候 很像很親密互動啊 可能親親啊 抱抱然後之類等等的 不能不能我接受不了 我不會做這種事情 不可以 嗯哦 所以我們兩個都是在這種觀念是蠻像的吧 所以才可以那麼辣 辣氣 辣氣 有什麼辣嗎 辣氣就是剛剛好的 氣 氣是什麼 不是辣氣就是 在一件事情跟想法上 同一個 標準 就是我們不會在螢幕上 亮亮 可是 自己現在是會做的 你們就自己腦補一下 啊 我剛剛看到一題 奇怪了 蘇珊生氣的時候 怎樣讓他最快消氣 那我想一下 他的這張臉 哈哈 所以我每次都是做一些很傻逼的動作 讓他開心 然後他就會笑一下 然後我就覺得 他應該是沒有生氣了 然後我繼續玩我的遊戲 嗯 通常他的臉出來我就會笑 還有一個就是 如果蘇珊生氣的時候 常有不可以講話 因為我講話是屬於比較吵 然後一直 然後他就 你幹嘛要講話嗎 真的真的 我們周邊的人都看過我們吵架 小吵架 對就是跟我們比較close的朋友 當然 有人問就是我對蘇珊要綁牙有什麼反應 其實如果你喜歡一個人的話 愛一個人吼 哇 講得很像很神聖的 你怎麼可以講這麼多話出來的 請幫我放一些比較神聖的音樂 只要你愛一個人的話 你愛的不是他外表 你愛的是他的心 所以他綁牙不綁牙其實都沒什麼差 他一樣很漂亮啊 哇 I can't run 啊 你想要去綁 因為其實我都知道 事實上宿舍其實是不想要綁牙的 他是為了健康傷 就是醫生講他這樣子如果不綁 可能多一個十年全部都住到完了 因為他牙子太亂了 我們牙旁邊都住啊 對對對 我很怕 所以他綁牙是為了健康著想 常有每天都哈哈哈哈蹦蹦跳跳的 我會覺得很煩嗎 他應該有曾經覺得煩過 不知道他就是偶爾應該會覺得煩吧 會 有一點 我太過於活潑了 就是其實我真的是算一個 鏡頭前鏡頭後都完全一個pattern的人 沒有差太遠 所以你們在鏡頭前面看到的他就是那樣子的 所以就是很煩 可是我覺得吼 我有時候在鏡頭前啊 我會更熟練一點 有咩 有 就是18鏡的程度你才會熟練吧 嗯 講出話的那些你才會熟練吧 哈哈 可是我覺得 你跟一個人在一起的話就是要很開心很開心 如果他做的這些事情是讓你開心的話 我就覺得我自己的標準啊 我自己的標準是 我跟這個人在一起的話 我是要很開心的 等下我們遇到煩惱啊 還是遇到不開心 只要 因為有這句話很噁心 他在身邊的話我就覺得很開心 那就可以 很棒 你看我講不出來 我一直在結巴 你知道嗎 我覺得太噁心了 好溜 你想要再打爆唱他的頭嗎 想 打爆你的頭 謝謝你們 如果才有一個女生玩完罷了 可是不理你那怎麼辦 吃酸還是打他罵他 吃醋吧 什麼吃酸 應該是 我跟女生打打鬧鬧 我跟佩玉嘛 佩玉 喔佩玉打回了 砰 我整個在爬在地上 誤殺 你又下地獄了 肯定 肯定 基本上就是有女朋友還是男朋友 都不會跟異性玩得太close 我們出去吃飯是自己父還是一個師父 我們的狀況比較像是 有時候AA字 有時候你請我 有時候我請他 基本上啦 最長的就是AA字 接下來就是我請他 在接下來更低的可能就是他請我 真的這樣沒有錢嗎 因為畢竟大家是一起來台灣念書嘛 就 不可能每一餐都是南方出的嗎 不然就是很什麼 嗯 女生偶爾也是要獨立一下 嗯 同意嗎 同意 我跟叔叔去旅遊當中吼 哪一個旅遊是我們兩個人都最開心的 我覺得應該是香港吧 香港 因為我們也去過不太多的地方旅行 我們也去過很多 泰國那個就是根本就去工作 然後香港就是因為我生的時候 我們就去玩一個禮拜這樣 那一個禮拜都是蠻好玩的 我們都去很多地方拍照之類的 大家去看我香港的Vlog以前 夠了 有什麼辦法可以讓愛情長久嗎 嗯 你覺得 什麼你趴頭 你不要洗頭是不是 我吃了辣椒 我夢想回答了這個問題 交給你訴訟 交給你訴訟 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的啦 應該就是 一個要比較容易低從 如果兩個都是硬的話 很辛苦吧 就每次吵架都要吵一個幾百天 就好彩它是比較軟一點 氣也比較快消 然後 提氣也比較好一點 嗯 提氣也比較好 應該還有一點的是 兩個人是同樣一個理念在談戀愛的吧 想要走遠的 然後在你們有同一個理念的時候 你們就不會 因為一些小小事情 然後就鬧分手了 就是不要輕易說分手 我問下一個問題 那你們分手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會複合 分手的那個當下 我沒有想過會複合 我也沒有想過 我會覺得就這樣分了 我也是那時候覺得 哇我們差不多兩點三點的感情 有點緣掉 完全沒有想過會複合 可是到最後還是我們順其自然的 就就就就就就 不合了 就就就就就 就 其實我覺得很多東西是 緣分啦 自然喔 順其自然 有人問就是我跟素晨聊天的那個 暖體裡面的齁 我們是放什麼 熱撐了 這個想念 我們是放什麼 你一撐給對方 熱撐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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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剪 現在我會放進去的 那個 你一撐的話齁 我是放 女生的你 女是旁 還是放男生的你 就我跟你講話 一個男生的你 一個女生的你 就是我們在一起 就放到現在 他很癢喔 為什麼 去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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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怎麼拍 然後 喂 你這樣子突然讓我一個人 我要講什麼 嗯 那時候我不是有凱莉裡面 就很多人會 跟我一起愛情的問題啊 我覺得一個關鍵 真的是很重要耶 就是 你們的想法是不是 一起走很遠的 就兩個人是 為了 要走長久 而在一起的話喔 就會比較 不會 你有這樣誇張嗎 洗頭洗頭 給我洗他頭 就比較不會 比較不會什麼 那麼容易 放棄彼子的愛情吧 放棄我 很煩耶 有這樣癢嗎 有 什麼 我要一起洗頭 然後 我覺得在一起過後喔 比較有一個問題的就是 多性 到一個階段都會 開始很懶惰的 給對方 接什麼 你洗頭的聲音太大聲了吧 蛤 你洗頭洗的聲音太大聲了 是啊 那我要講很大聲 講啊 我剛剛講話大聲了喔 多性 我覺得複合了過後 有一點比較好的是 市場有VP喔 像那個 我長大成熟了 啊對 會比較 比較好的狀態 比較好的狀態 很像 她以前呢 不會這樣講啊 我講不出那種感覺喔 真的會有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情侶就是你們先分手一下 然後再找傑夫一下 不要這樣子 做什麼 其實是喔 不正經的就很多啦 不好意思 所以我們今天第二集的那個情侶Q&A 我們就在這裡結束啦 然後以後有沒有第三、第四集 我們也還不確定 可是如果有第三集 就會在我的頻道了 而且這個影片 我們應該也不會很短時間 就拍下一集 嗯 就跟上一集這樣 兩年後吧 一年半兩年過後 所以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 就是關於我們情侶的 就是我跟蘇生 兩個人的問題的話 你們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啦 然後這個影片應該算是 就是有講到比較多喔 我們平時不會講到的東西 分手啊 復合啊 嗯 嗯 所以我們就用在這個影片 教大家清楚了啦 咳 咳 但我們都是屬於那種 比較 咳 比較不會把那種 咳 咳 不會把負面情緒 散播給大家 還是什麼樣 這也是比較 咳 這也是比較一些 食人的原因 我其實不想講話 一直都講 就這麼多個影片以來喔 我都是以大關係來做結尾 我好累 我好癢 掰掰 掰掰 我們下一個影片見 咳 到底有沒有洗乾淨啦 還是癢 到底有什麼東西 到底看一下 到底癢什麼 啊 到底在冒頭髮 你不在看 沒有東西啊 直接看嗎 下一集 等我一分鐘要按 不過你講啊 跟我silent mood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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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